曾經名列國內十大槍擊要犯綽號風情的盧咒琴 將林辰他位於嘉義水上香的公司遭人開槍 而嫌犯是一名二十九歲出姓男子犯案之後自首投案 這一名男子共稱說是不滿風情的所作所為 才會跑去他的公司來開槍 不過幸好是無人受傷 至於真正開槍原因 還有待警方釐情 監視器路下輛轎車凌晨一點多 開到嘉義水上香的民宅 駕駛下車停了幾秒離開 這短暫停留時間 附近住戶聽到強聲大作 遭槍擊的就是這一戶 鐵捲門留有彈痕 裡頭玻璃門遭射穿成蜘蛛網狀 警方表示二十九歲的秋姓男子 持改造器械 對門口連開五槍後 帶著作案工具到分局自首投案 警方搜出剩下的二十五發子彈 他是屬於除聯邦梅花糖的分子 當然他已經否認這一點 那我們不排除跟方派之間的糾紛有關 該名男子是說他之前因為有猥褻案 所以看不慣那個盧姓男子 嫌慢公稱因為不滿 成列國內十大槍擊要犯 綽號風琴 盧兆琴的所作所為 才會到他成立的公司開槍 上午盧兆琴的太太到公司 關於店面遭槍擊 他低調不願多談 附近居民表示很久都沒有看到 魯兆琴的身影 目前身為被害者的他 還沒到警局作筆錄 今晚秋夕男子犯案後自動投案 是否幕後有藏經人指使 警方不排除 正抽絲剝繭 意義釐清 記者張俊榮 許崇文 這次報導 詞曲 李宗盛